大家好 这一棵是叶仙拿来架结蟹角栏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蒸木 当然了架结蟹角栏还有很多蒸木 包括仙人杖还有火龙果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这个叶仙来架结蟹角栏 首先将它适当的修剪 像这种枝条给它剪掉 这种枝条我们剪下来是可以做扦插的 然后沿着这一颗叶仙的皮层 切上一刀 大家看切出来的效果就是这种状态 以后这个蟹角栏的叶片 随着中心这条也切上一刀 一边切一刀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直接把它插入到这个蒸木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蟹角栏的叶片这里可以留一点点被切掉的部分都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后期伤口愈合 接下来我们用这种夹子直接将它夹住就可以 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样就夹接完成了 我们将它夹接完成之后 不要忘了给它做一次 就是预防细菌的感染 用这种带生猛心对水一笔一千的比例给它喷尸一次 这样就保证了这个蟹角栏架结之后 不会感染到细菌 会有些腐烂的现象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太过一干燥的话 可以给它套个袋子 如果说湿度比较够的话 那么就不必要 大概过上20天左右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夹子拿出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